好的,首先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清登教育的一个下午VIP免费试听课 然后我是本节课的一个主讲老师 我叫自由 然后本节课案例的话还是一样的是我们的关于一个爬虫的案例 是爬取csdn的一个文章内容 并把它保存成我们的一个pdf 然后环境的话还是我们的python3.6和我们的一个pychart的一个编辑器 然后的话今天会多使用到一个软件啊 多会使用到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的话是把我们的一个html的文件转成我们的一个pdf html文件 转成我们的一个pdf文件 然后的话我们第三方的一个模块的话是一个request模块 还有我们的一个post模块 还有我们这个pdf的一个pdfkit的一个模块 这三个模块的话都是需要大家去pipinstall去安装一下的 如果说你们没有安装环境的话可以趁这个时间去安装一下 好吧 好的 那我们直接开始本节课的一个内容讲解啊 然后我们上课之前的话还是说一下基本的一个上课流程 本节课的一个上课流程啊 也是我们爬虫的一个基本思路 对吧 我们这个东西的话给大家讲过很多遍了啊 听过几次公开课的同学应该都知道这个思路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的话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来源的一个分析 对吧 然后第二个的话才是我们代码实现的一个过程啊 然后分析的话非常重要 因为你只有当你什么呢 当你找到数据源的时候你才能去爬 只有当你找到数据来源的时候 对吧 才能什么呢 通过我们的一个通过代码啊 实现啊 如果说你连数据的一个来源都找不到的话 那你就根本就实现不了这个代码 好吧 然后第一个的话就是确定一下我们的一个需求 就是我们要爬取的内容是什么 要爬取的内容 爬 内容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 那我们今天要爬的是什么 爬取的是csdn的一个文章内容 文章的一个内容 然后干嘛呢 它的也是保存到我们的一个pdf啊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的话才是通过我们的一个开发者工具 开发者工具 进行一个大把分析 对吧 这个的话就是分析数据从哪里来的 对不对 那我们直接打开这个 我先给大家准备一下这个 直接把这个网址给大家复制一下 我们今天的话就是爬这一个csdn的一个文章 那我们首先 我要爬它的文章的话 我肯定要知道干嘛 要知道它的一个文章的一个标题吧 它的标题是什么 然后它的一个内容是从哪里来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需要通过开发者工具 进行一个分析 看它这些数据是从哪里来的 首先的话 我们鼠标右键点击一个检查 选择我们这一个network 对吧 就可以进行一些抓包的一些分析了 刚开始我们起初打开这个开发者工具的话 它给我们返回的一些数据是没有的 是没有任何数据返回的 如果想让它这些数据给我们加载出来的话 我们需要干嘛呢 需要把这个网页给它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就好了 刷新它之后的话 对吧 这里面有相当多的一些数据包 相当相当多的一些数据包内容 我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要的一个内容是在哪里 对吧 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总不能说一个一个去看 对不对 那能怎么办呢 首先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复制一下 你要 获取的一个数据内容 比如说这个标题是我们想要的吧 那我们可以直接复制这个标题 然后在我们这个开发者工具里面进行一个搜索 把我们刚刚要复制过来的 暂停上去点击一个回车 回车之后的话 是不是它就给我们返回了一个数据包的一个内容 对不对 它这里只给我们返回了一个 那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想要的一个文章的一个标题就来自于这里面 对不对 那我们只点击一下 点击之后的话 它这边会给我直接挑转到它的一个response 对吧 这个response是什么呢 这个response的话 就是服务器给我们返回的一个数据内容 它这里面的话 有个title的一个标签 这个的话就有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文章的一个标题 对不对 那文章标题知道了 那文章内容呢 同样的你也可以按照这种方式去 干嘛呢 也可以按照这种方式去找一下 它的一个文章内容在哪里 是不是 那其实的话 你有标题的话 那相当于你可以看一下 选择哪个呢 像这里有这么多的一些代码的话 你可能看不懂 我们可以选择哪一个 选择这一个preview 这个preview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预览的一个意思 就可以有一个展示的一个效果 可以发现这个页面的话 其实这里给我们预览的样子 是跟我们这个是一样的吧 没问题吧 像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精彩页面 就是一个精彩的一个网页 所以呢 所以的话 我们直接对于哪一个 对于它这个文章的一个URL 地址发送一个请求 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一些数据内容了 能理解吗 就是如果说你平时自己去爬一些数据内容的话 都是通过这一个开发者工具 这样子去找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一个工具的话 是要大家要灵活运用一下的 然后这个里面 我们选择这个hides的话 这个hides里面 我们主要是看哪几个呢 一个的话 是我们所需要发送请求的一个URL地址 对吧 一个的话是我们所需要发送请求的一个方式 然后以及的话 它里面的话有一个request 还是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请求头 请求头 对吧 请求头里面有什么参数的话 也都是在这个里面 比如说你要 如果说要加cookie的话 对吧 它的一个cookie的一个参数字段是什么样子 对吧 或者说reform防盗链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我们的一个user agent 也是在这个里面找的 对吧 所以说这里面的一些数据的话 会给到你一些反馈 我们有一些东西的话 可以直接在这里面复制粘贴 首先的话 我们知道了一篇的一个内容来源 是不是 一篇的话就非常好找 因为它是一个精彩网页嘛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难度啊 主要是看它的一个请求的一个地址 和请求方式 以及请求头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要爬取多个的话 那很明显 我只要获取什么呢 获取每张的一个文章的一个URL地址就行了 获取每个URL地址怎么找呢 就在我们的一个文章的一个列表页面 去进行一个查询 那同样的 我们还是通过一个开发者工具 进行一个抓包分析 首先鼠标右键点击我们的一个检查 然后选择我们的Network 对吧 如果说 大家也可以直接按F12 按F12的话 它会直接给我定位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进行一个 对吧 刷新 刷新网页 让它的一些数据内容 让我们重新加载出来 对不对 那还是同样的一个操作 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内容 那我直接复制一下 这个内容 我们前面已经 对吧 还是我们这个吧 还是我们这个100到python的一个面试题总结 对不对 我们直接搜索一下 搜索之后的话 它同样给我们返回了一个数据内容 那我们点击一下 点击之后呢 对不对 它给我们返回到这个地方 给我直接定位到这个地方 有个黄色的一个显示 然后的话 这里面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文章的一个标题 而且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里啊 看到上面这个A标签里面的一个核来复属性 对不对 这个核来复属性的话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文章的一个URL地址 对吧 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个URL地址呢 对吧 我们往下滑的话 如果你这样子看的话 这里是不是也有第二篇的一个URL地址 对吧 同样的 你也可以点一下这个preview 预览一下 看一下 这样子看的话 会效果会更好一些 然后其实这样子一看的话 你会发现 这些数据内容都是什么 其实跟我们网页上所看的都一样 那说明什么 其实的话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一个静态网页 一个静态网页 静态网页的话 直接请求的一个URL地址的话 是跟我们导航栏的一个URL地址是一样的 对不对 跟我们这个导航栏的一个URL地址是一样的 所以呢 对吧 那就只要看一下它的一个请求方式 然后的话 对吧 这请求头的user agent的话 如果说它是个静态网页 我们直接加一个user agent就够了啊 直接加一个user agent就够了 是吧 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所有的一个什么 标题的一个URL地址 以及它标题名字嘛 好吧 这里的话就给大家数据的一个分析的话 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去分析的 具体的话就是这样子 然后的话代码的一个实现的话 也是分为这几步啊 都是这样子的 首先的话是发送一个请求 对吧 对于我们的一个文章的一个列表页面 发送请求 第二个的话啊 是获取什么的 获取数据 这个获取数据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经常网页 我们想要的一些数据内容 都是来源于它的一个网页源代码 也就是 对吧 我们看到这个response 然后点这个preview 看到这里的话 如果说你看到这些东西 跟我们所 所看的这个网页页面展示的效果 是一样的话 那说明它是个经常网页 经常网页的话 那就相当于 它的一个内容 都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个网页 网页源代码 我们网页源代码里面的话 也有它相应的数据内容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不对 面试题 它的一个URL地址 对不对 这个的话 一个什么内置函数之随机函数的一个URL地址 对不对 都有 这种的话就是获取它的一个网页源代码 第三个的话 就是进行一个数据解析 因为我们获取的一个 网页源代码的话 它的一个数据内容非常多 对不对 又非常非常多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要 我们要的是吗 我们这里的话只是需要它的一个文章的URL地址 以及什么呢 以及文章标题 对吧 文章标题我也可以直接在这里取 当然你也可以干嘛呢 在我们的一个文章里面取 也是OK 可以的 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或者说你自己直接取URL地址也可以 然后第四部的话 对吧 那还是一样要发送一个请求 这个的话对于什么发送请求呢 这是对于文章的一个详情 详情 URL地址 发送请求 是不是 然后第五部的话 就是对于我们这一个获取数据嘛 一样的 是获取什么呢 获取它的一个网页源代码 对不对 然后第六部还是一样 解析数据 解析数据的话 这里的话你可以什么 提取它的一个文章标题 如果说你在第三部提取的文章标题的话 那这里就不用提取文章的标题了 如果说这里没有提取的话 那你肯定这里就需要提取了 然后以及什么 以及它的一个文章的一个内容 对不对 文章内容的话 第七部啊 就是保存数据 保存数据 保存是什么呢 把我们的一个文章内容 把文章内容保存成一个html的一个文件 对吧 然后第八部的话 才是我们的一个转转成 把我们的一个html文件 转换成 我们的一个pdf文件 对不对 这样子才是我们实现的一个整个内容 那第九部的话 肯定是一个多页爬取啊 多页爬取 是不是 那么一开始的话 肯定只是说爬取一页的一个内容 到时候的话 它这个数据一共有多少 它一共的话 应该是有个 几十页啊 对有四十多页 如果说你想要获取所有的话 那你肯定要进行一个多页的爬取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流程 跟我们代码实现的构成 来这个的话 思路都听懂的同学给老师扣扣一啊 思路都听懂听明白的同学给老师扣扣一 如果说有不懂的话 可以在公屏上面问一下 有没有 没有的话 那我就接着往上讲了 接着往上讲了 对吧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实现我们的一个代码啊 那么发送请求的话 首先我们需要导入一个模块 import我们的request的模块 这个模块是干嘛用的呢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数据请求的一个模块 就是发送请求的嘛 用来发送请求的 然后的话 它是我们的一个第三份模块 需要大家在我们的一个啊 命运行里面输入我们那个pip instore加我们这个request模块名字 对吧 如果说你们啊 当然也有些同学是会安装失败的 有些同学会安装失败 比如说对吧 安装失败的原因啊 这里给大家简单的阐述几点 比如说第一个对吧 啊 pip不是的不是一个什么呢 不是一个内部命令 内部命令对吧 会遇到这种包错吧 这个的话就是需要干嘛 需要你去设置一下pathon的一个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啊 第二个的话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安装到一半啊 安装到一半啊 出现一堆红色包错 一半出现一堆的一个红色一堆 很多啊 很多红色包错 对 这种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一个网络连接超时 连接超时 需要干嘛 需要你切换一下国内 切换成国内的 切换 切换成国内的一个镜像源 镜像源就可以进行一个安装了 这样子也会速度快一些 然后第三种安装错误的原因就是 安装成功了 在我们的一个cmd里面显示安装成功了 但是在pychart里面 对吧 调用失败 调用失败啊 两种原因 第一个的话 是吧 你的一个 是否安装了多个版本 多个python版本 第二种 是不是 然后我们的pychart里面的一个python的解释器 是否有 设置好 对吧 主要就是差不多吧 大家常见的一些问题的话 主要就是这些啊 第四的话 一些特殊模块 你可能说缺少一些环境啊 对吧 才会出现的一些报错 一般的话都是这三种情况 对吧 原因的话也给大家讲了 那我们就接着写代码了 然后的话 发送请求 我们首先确定一下 我们所要发送请求的一个URL地址 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还需要给它加上一个Headers请求头 无论是它 它是一个什么 惊态网页还是动态网页 对吧 都建议大家把这个请求头给它加上去啊 这个请求头的话 主要就是为了把我们的一个python代码 进行一个伪装的 把我们python代码进行一个伪装 为什么要进行伪装呢 因为的话 这是关于一个发送请求 跟返回数据的一个原因 这里的话 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一个解释一下 比如说对吧 像我们的一个客户端啊 客户端 对于就是我们这个的话 像我们浏览器对吧 按照我们的话 这个是一个浏览器 浏览器 对吧 对于我们的一个服务器 发送一个请求 然后呢 服务器接收到请求之后 服务器接收到请求之后 对吧 然后才会给我们什么 给我们的一个 呃 客户端嘛 就是给我们客户端 或者说浏览器对吧 返回一个 呃 Response 响应体的一个数据 响应数据 是不是 是这样子 为什么呢 按照这一生产 我们这里是什么 我们是Python代码 我们是一个Python代码 啊 对于我们的一个什么 服务器发送请求 对于一个服务器发送请求 但服务器接收到之后啊 服务器接收之后 如果说你没有进行伪装 如果没有伪装的话 对于一些网站没有伪装 对吧 那那那会干嘛呢 就会被识别出来 就被识别出来 你是一个什么 是我们那个爬虫 爬虫的一个程序 对吧 那样子的话 他就干嘛呢 不会给你呃 返回数据 不会给你返回数据 是不是 就是对于一些网站的话 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讲Headers Headers这个请求者的话 对吧 就是把我们的一个什么 把Python代码 进行一个伪装 伪装成我们的一个浏览器 进行一个请求 对吧 他主要是这个作用 然后这里面的话 他的Headers 刚刚给大家看到 他有非常多的一些参数 这些参数 并不是所有的一个内容 都需要加的 是不是 然后Headers的参数 次段 是可以在我们的一个 开发者工具 里面进行一个 查询 或者是复制 对吧 然后的话 他并不是所有 并不是所有 所有的一个什么 参数 之段 都需要的 对吧 一般情况的话 我们加了什么 比如说我们今天加的这一个 user agent 对吧 他主要的一个意思是什么 他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浏览器的一个 基本信息 对不对 你把这个浏览器的基本信息 往这个Python代码 升上一套 对吧 就是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披着羊皮的狼啊 就相当于 对吧 披着 羊皮的狼 对啊 这样子才可以 什么 这样子啊 可以混进我们的一个狼羊群 对吧 混进羊群里面 但是当然有时候啊 有时候那些羊比较聪明 对吧 一些羊比较聪明 就是 你P这个羊皮 对吧 那肯定还是不够的 是不是 那你的一个 对吧 那些什么 枣子啊 露出来了 是不是 还是会被发现 所以说有些时候会加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cookie 对吧 这个的话是什么呢 这个是呃 一个用户的一个信息 检测你是否有登录账号 有登录账号 这个一般的话 有一些网站 某些网站 是干嘛 需要登录之后 才能看到数据的 对吧 你可能说需要写在一个cookie的参数 比如说啊 比如说我们b站 对吧 b站的一些数据内容啊 某些数据内容 你就需要加上我们的cookie 才能进行一些操作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这个reform啊 用的比较多的 我们这个reform 好像多了一个f啊 对吧 这reform 是我们的防盗链 这个防盗链是什么呢 就是告诉服务器 就是跳转的一个网址 你请求的网址 是从哪里跳转过来的 过来的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 有些如果说你不加防盗链的话 同样也不会给你一些数据内容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什么b站的一个视频内容 视频内容 对吧 然后我们的一个呃 妹子图的一个图片下载 图片下载 还有什么唯品会的一个商品数据 商品数据啊 这些的话都是需要加上我们的一个reform防盗链的 对不对 这些的话需要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的话啊 最终的话就是具体情况 根据不同的一个网站 对吧 内容 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对吧 他需要哪些参数字段的话 这个到时候需要自己去分析的 好吧 然后的话我们发送请求的话 request点上一个get请求 请求方式的话是有我们的一个get 对吧 常见的get和我们的一个post请求 这两个请求的一个方式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请求方式 一个是get请求 一个是我们的一个post请求 是吧 这两个请求方式 你怎么确定是哪一个的话 也是什么 通过我们开发者工具 可以查看 url的一个请求方式 是什么样的 对吧 一般情况 一般搜索或者说是登录对吧 查询 这些的话 大概率啊 是我们的一个post请求 对吧 一般都是我们的一个post请求 好吧 一般普通的一些网站的话 可能都是一个get请求 主要的话 你就直接可以看这个generate 下面的这个东西 好吧 然后的话 他会给我们用 我们就用一个response 给他接受一下 响应的一个意思 response是我们的一个 是吗 响应的一个意思吗 对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 这一块的话 就相当于我们是用 发送了一个什么请求吗 对吧 这里的话是发送了一个请求 然后他给我们返回一个response出去 那么这里的话 可以把这个response 给他打印一下 来我们运行 看一下效果 打印一下之后的话 他给我们返回的是什么 返回的是这一个response200 对不对 然后这个监控号表示的是什么 最好是的是 我们的一个response 是一个response对象 对象 对不对 监控号的话是个对象 然后这个200是什么 200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状态码 表示的是一个请求成功 请求成功 对不对 我们这里的话状态码也是一样的 他状态码的话也有很多种啊 比如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其他的一些状态码 有知道其他的一些状态码是什么样子的吗 有见过301吗 知道301是什么意思吗 对吧 301的话 这种的话都是我们的一个重定项 就300300的话是一个重定项 像我们看的话301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永久重定项 对吧 永久重定项 这则是就是你比如说 比如你请求请求一个王子 请求一个王子 对吧 他会干嘛呢 他会给你跳转到另外一个王子 王子 对不对 啊对吧302是我们的一个临时啊 临时重定项 对吧 临时的 是吧 那除了300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的一个400 对吧 那400的话 请求的话一般是什么 请求的一个URL 地址在我们的一个服务器上面啊 找不到 找不到 对吧 也就是说什么URL错误吗 URL错误 是不是 当然了 还有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个什么 400 404 对不对 然后403是什么意思呢 403的话是服务器啊 服务器拒绝访问 拒绝访问啊 权限不够 对吧 有时候的话 你可能说要根据你的一个资段参数来 像我们的一个B站的一个视频内容 对吧 那你如果说直接点击的话 他会给你套出一个403 但是如果说你加上防盗链的话 加一个防盗链的话 他就会给你干嘛呢 会给你返回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 对吧 可以请求到 然后500的话一般是什么 就是一个服务器的一个内部错误啊 对吧 比如说大家常见的一个503 对吧 常见的503 这些的话都是一些 常见的一些状态码 可能说你还见过900多的什么600多的 对吧 那些的话可能说是他的一个服务器 特定的一些 状态码格式啊 好吧 然后我们的话 如果说我们这里要获取数据 是不是 获取数据的话 是获取什么 获取响应体的一个属性内容啊 属性内容 那我们要获取什么 获取他的一个网约代码吧 获取网约代码 网约代码 网约代码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 是获取他的一个文本属性啊 获取他的一个文本属性啊 获取他的一个文本属性 所以说我们printer打一下 racebox 点一个text 来我们直接回运行一下啊 是不是 这样子的话就获取到我们想要的一些内容了 然后我们主要看一下他有没有一些乱码 如果说有乱码的话 那我们应该干嘛进行一个转码 这里没有乱码的话就无所谓了 对吧 就不用管他了 那这里面就有我们想要的一些内容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个数据解析的一个 对吧 部分的数据解析的话 解析的一个方式啊 一般的话大家都会用非常多种 比如说re的一个正折表达式 对吧 表达式是可以进行一个解析的 或者说我们css选择器 还有我们的一个什么 xpass啊 主要就是这三种方式 具体的话 你想要用哪种的话 就是根据实体情况 对吧 哪一种方式最合适 哪个方式 最合适 就用哪种 对不对 那今天的话 我们就给大家用一下 我们今天这个网站 今天网页吧 对吧 用re正折表达式 也可以用xpass 也可以用css 都可以啊 这个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对于一些特定的一些数据解析的话 可能说你要用特定的一些方式啊 对吧 比如说一些可能说他给你返回的是什么 返回的是一个接生数据吗 对吧 如果说啊 如果是返回的是什么 接生字典数据 对不对 那我们干嘛 直接可以通过一个 通过一个建制队 对吧 建制队取值 对吧 直接根据建制队的一个取值方式 去解析数据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的话 用我们css选择器吧 这里给大家导入一个模块 导入一个什么模块呢 import我们的一个posa模块 importposa模块 对吧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数据解析的一个模块 对吧 然后也是我们的一个第三方模块 需要大家pip instore 对吧 加上我们的一个posa 去进行一个安装的 啊 这个posa的话 首先我们是干嘛呢 我们获取的这个文本数据是这个 获取的 获 取的是我们的一个html字符串的一个数据啊 是不是我们可以干嘛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打印看一下 printer对吧 printer我们tup 是不是我们response 点一个test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据类型是什么样子啊 它这个数据类型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字符串的一个类型 对不对 下面如果说要对于一个字符串 要对于 要对于一个字符串数据啊 直接干嘛呢 直接 直接啊 解析提取 干嘛 就可以用什么 可以用我们的一个r1正值表达式 表达式啊 但是的话 我们用css的xpass的话 就需要干嘛呢 需要把获取到的 获取到的一个html字符串数据 转换 转成我们的一个selector的一个解析对象 解析对象 对吧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这些数据内容 把这个获取到的一个数据类给它进行一个转换 怎么转呢 啊 我们的 我们刚刚不是导入了这个模块吗 我们直接用poser点上我们的selector 把我们这个h 不 我们response点我们这个text给它传进去 然后的话我用一个selector给它接受一下 对吧 我们也可以把这一个什么呢 把这一个selector给它打印看一看 对吧 我们直接printer打印一下这个类型 你会发现它其实就是一个对象 其实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一个selector的一个对象 对吧 是吧 它是一个对象 然后这个对象里面的话就可以调用我们的一系列的一些方法 一些解析方法 比如说啊 对吧 css选择器 或者说xpass也可以 re也是可以的 虽然说它这里面封装了re啊 虽然啊 poser面块里面啊 有我们的一个什么 re正在表达式的一个方式 表达 是对吧 但是不建议用啊 但是不建议用啊 不建议使用 对吧 如果说你要用正整的话 你可以直接用 用那个了 用导入一个re模块就行了 那我们这里的话是用的一个css选择器 css选择器的话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对吧 就是根据什么 根据我们的一个啊 标签的一个属性内容 提取相关的一些数据 啊 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它的一个标签的一些属性内容 来自于哪里 那我们可以看吧 这里啊 因为它是一个精彩网页 所以说 它这个response的一些返回的数据 跟我们这个element 是差不多一样的 对吧 是一样的 所以说就可以在这里面 找它的一个数据内容 有些同学的话 可能说是零技术啊 它的话就会想着 对不对 我看这个element里面 是有它的一个数据内容 但是对吧 但是没有比较到啊 并并不是所有 这里的话也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并不是所有的一个呃 元素面板 啊 元素面板 对吧 里面有的内容 和我们什么 和response 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 服务器啊 服务器 返回的数据 是吧 是一样的 那并不是所有 除非如果说 它是一个什么 静态网页的话啊 静态网页 静态网页的话啊 就是一样的 对吧 如果说它是一个什么 动态的一个网页加载 动态的一个数据加载 动态的一个数据加载的话 那就是有变化的 动态的数据加载的话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看我们的一个 就是我们服务器返回的 一个数据内容 是什么样子的 对吧 这个的话需要给大家 提个醒啊 提个醒 因为很多同学的话 都觉得 我在这个里面看到的内容 对吧 我明明匹配得到 有数据 但是我 匹配不到 匹配不出来啊 这个的话就是因为 可能说它的一个网站的 一些原因一样 好吧 那么直接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数据成长 里来的 对吧 我们可以选点一下这个箭头 然后的话 定点一下这个标题 对吧 它可以直接给我定位到这个地方 给我直接定位到这里 直接定位到这里的话 就有我们想要的一些数据内容 对不对 我们想要的话 我这里的话 直接给它 我要的话 是这个A标签里面 这个Href属性 对吧 A标签里面 这个Href属性 那我只需要提取 这一个内容就行了 那标题的话 我们在文章里面再去提取嘛 是不是 那首先怎么取呢 取的话 我肯定是要干嘛呢 它都包含在我们这个 Div标签里面 对吧 我们Div标签 又在我们这一个 class类属性 等于这个article-list里面 所以说 像这种有class属性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个小圆点表示 再加上它这个名字 可以直接定位到这个标签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用一个小圆点 代替我们的一个class 对吧 class 然后加上它的名字 它就会告诉我 你匹配了多少个数据 然后匹配到的数据 是在哪个地方 是不是 然后我再要下面的什么 我要下面的一个Div标签 对吧 当然我们也看一下 它可不可以直接定位到 这个A标签 看一下它可不可以 直接定位到这个A标签 对吧 如果说能直接定位到 这个A标签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直接 定位到这个地方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它给我们返回的话 是有40个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 对吧 把这个关掉 是不是 第一个的话 是我们的哪一个呢 是刚好对应了我们的是 第一个数据内容 对不对 数据内容 第一个 然后我们点第40个 第40个的话 它刚好也是 对应了我们是最后一个 那所以的话 所以说我们一共是 一页的话是40篇文章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子取 取什么 然后给它复制过来 然后取里面的一个 horeaf属性 那我们就用这个属性选择器 attr 对吧 选里面的一个 horeaf属性 然后呢 get all 点上我们的一个get all get all的话 就是获取所有的一个内容 那这里的话 我也有一个horeaf 给它接收一下 对不对 那这个是什么呢 首先的话 attr 对吧 就是我们的一个属性选择器 就是选择标签里面的 哪个属性内容 哪个属性内容 对不对 然后get all是什么呢 就是获取所有的 按照我们这个来说的话 就获取a标签里面的 所有 a标签里面 所有a标签里面的一个horeaf 对吧 所对应的一个数据内容 是不是 然后他给我们返回的是什么 get all给我们返回的是一个 返回的是我们的一个列表 对吧 那我们同样也可以给他打印一下 print我们的一个horeaf 好吧 对 对这样子就获取了 我们所有的一个文章的 一个URL地址 对不对 然后给他讲了这么这么多 对吧 有没有现在还能跟上吗 现在还能跟得上的同学 给老师扣扣一 现在思路还跟着上的同学 给老师扣扣一 如果说哪里不懂的话 你可以问一下 好不好 对吧 没有同学不懂是吧 那就是证明大家都懂了 证明大家动作 如果说大家不说话的话 到时候的话我就可能这个视频 我就不保存了 因为的话你们都感觉无所谓啊 感觉大家无所谓的话 那这个视频到时候就没有了 扣的话就没有视频了 看录播一定要签到吗 啊 对啊 对不对 而且你们又不说话啊 有时候如果说你们大家对吧 在讲课过程中你们也没有一个反馈 我也不知道大家到底是在听还是在挂机 那课程最后的话啊 课程最后的话 那我就直接啊 这个课程录播的话就不给大家保存了 你们就话就 因为大家都在听着 听着就是真的是在挂机听着啊 对吧 到时候的话刻后录播的话 直接不保存的话就没有录播了 好吧 好的 这里的话返回的是一个列表 对吧 返回列表的话 那我们是 没有挂机 对吧 没有挂机也 问你们听懂了吗 对吧 也没说话 问你们有哪里不懂话也不说话 那你是听懂了还是不听懂了 那我只能说当大家是在挂机啊 对吧 没听懂的话 问啊 说了呀 你哪里不懂呢 对不对 是不是 看路不回过 再说吧 好吧 然后的话我们列表返回的是一个什么呢 列表返回的是一个啊 返回的是我们的一个呃 配返回的是一个列表 吓人懵了 返回的是一个列表 对吧 列表的话 如果说我要从什么 如果我要把列表里面每一个元素 把列表里面每一个元素 都提取出来 对吧 那怎么办呢 那是需要干嘛 复便利对不对 是要复便利吧 对吧 那也不用说话 复便利啊 那我只是自己讲自己了 复便利 我们的for index 因为我们的一个horaf 是不是 因为我们horaf 然后把里面的一个数据那种提出来 那这个index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呃 url的一个地址啊 就是我们这一个url地址 对不对 这个url地址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需要对于这一个url地址发生请求啊 就根据我们第几步啊 第四步啊 对于我们的一个文章详细页面发送请求 那才是一样的 response一啊 等于我们request点上我们的一个 点上我们的一个guide请求 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的url就等于我们的一个index 然后heads 等于我们这个heads 然后的话他会给我们返回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 哎 这些操作的话都是一样的 然后用一个break给他 过滤点 套数循环就循环一个 那我们看一下他主要为什么要打印了 打印的话主要是看一下他的一个 文字啊 看来文字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的一个呃 那个啥乱码 对不对 那在获取数据之后的话 我同样还是一样啊 用一个posa 点上我们那个selector 对吧 response一 点上我们的一个text 然后的话他同样用一个selector 一给他接受一下 然后这里面的话select一 就可以调用我们里面的一个 css的一个方法 这样的话我们直接看一下 他的一个标题是来自于哪里 直接定位一下 获取一下他的一个标题 对吧 他的一个标题内容 在哪里 对不对 在这个里面 这个有一个id 对吧 那我直接取他这个id 然后获取他的一个 文本属性 text对吧 点上我们的一个get 因为我是取一个 直接获取他的一个get就行了 好吧 然后反过的话是一个字符串 这里的话就直接获取到的一个文章内容 然后的话 文章的一个标题 然后我要获取文章内容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个文章内容来自于哪里 我要获取所有的 对吧 都是来自于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 content 对吧 那我直接获取他包含他的一个标签我也要获取 包含他这个标签我都是要获取的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 直接用他这个给他接 接收一下吧 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他所有的一个内容了 文章内容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这是面试题 然后这些的话是文章内容 为什么文章内容我要把这些都获取呢 因为我要含有他的标签 为什么因为我首先的话是要给他保存成一个html的一个文件 所以呢我是先获取这个 然后的话我需要把这个内容给他传到里面 有一串代码 这个串代码的话直接给他复制过来 就不要给他写了 对吧 这个代码我需要把这个html的一个内容 我给他获取过来的一个内容 给他传进去 html 订阅我们的一个format 对吧 format的话 我是直接是一个article 这里面有一个article 然后等于我们这一个内容就行了 等于我们获取到的这一个内容 对吧 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再给他进行一个保存 保存的话 我制定一个 用一个os模块吧 让他自动创建我们的文件夹 printer我们的一个os模块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文件操作模块 文件操作模块 定一个fuelnet fuelnet等于我们的一个什么 我们的一个pdf吧 一个文件夹名字 然后给他判断一下if not 我们的一个os点我们的一个pass 点pass点我们一个字对吧 然后的话把我们这个fuelnet给他传进去 之后的话再创建一个我们的一个文件内容 然后把我们这个fuelnet给他 这个的话就是文件夹名字 对吧 这个判断如果没有文件夹的话 没有这个文件夹 对吧 那我们就是自动创建一下 然后直接进行一个保存就好了 然后的话我们直接vis我们的一个open visopen的话我们的一个fuelnet加上我们什么的 加上我们的一个title 对吧 再加上什么 加上我们的一个点我们的一个html的一个文件 然后model等于我们的一个对吧 w写入 s我们的一个f f点一个write对吧 把我们这个htmlcontent给他写进去 然后这里的话还需要给他定义一下我们的一个编码 encoding我们的一个utf-8 utf-8 对吧 然后的话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打印一下 正在保存对吧 正在保存哪一个文件 来直接运行一下 好吧 就这些数据的话就是都保存了 保存成什么呢 保存成我们的一个html的一个文件 这里发生了一个报错 是吧 这个报错的话os 对吧 os的一个报错类型 然后的话 他这里的话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一个特殊文件名字 所以说我们这里是需要干嘛呢 需要给他把文件名字给他 替换掉 因为我们问的是系统 windows系统的话 有一些文件名的话 它是不能包含一些特殊字符的 比如说我们新建一个文件文件对吧 我用一个问号的话 他会这里提示我 文件名字不能包含 以下任意字符 所以说我们这里可以直接 导入一个模块 导入一个re模块 import我们的一个re正在表达式的一个模块 给他替换掉 这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正在表达式模块 对吧 是需要给他把这些内容给他替换掉的话 那我前面的话直接干嘛呢 定一个函数吧 def我们的一个change title对吧 change title 把我们这个name 对吧 把我们的一个名字给他传进去 就是文章的一个名字给他传进去 然后的话 我们可以用re这个模块 re点我们的一个速度 对吧 可以用这个re点速度 直接给他替换掉 然后把里面什么东西替换呢 我们的一个斜杠 是吧 两个斜杠 然后的话我们的一个冒号 信号 问号 引号 两个监控号 还有我们的一个数线给他替换掉 然后这里的话 我同样也给他转移一下 都给他转移一下 然后替换成什么呢 替换成我们的一个下滑线 从哪里替换 从我们这一个name里面替换 是不是 然后的话我们就给他一个new name 对吧 然后的话把它return反回出去 return反回出去 这里定义好的话 那我们下面的话 直接给他调用一下这个函数 调用函数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吧 把我们这个title给他传进去 然后的话他会给我们反回一个new title 对吧 这new title的话 我们直接用new title命名的话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我重新删了 把这些东西给他删了 重新 保存一下 来运行 看下效果 好 难道我要先编译一下吗 直接按一点super不行吗 那我compare吧 还是按常规的compare一下吧 给他编一下 把这些东西给他 扶着过来 然后用一个model接收一下 为什么还是不错了 他这个点是 这个点也是不可以的吗 我没有加这个点 这个点也是不可以的吗 点是可以的呀 猫号没加吗 猫号也加了呀 搞错了 我人傻的 是这样子 我人傻的 我写错了 写反的 好吧 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 好吧 这样子就直接把那些替换了 因为我前面写反的 写反的写反的 然后这样子就把 把html的一些文件内容 给他保存下来了 然后的话 后面的话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文件内容 给他转成我们的一个pdf 我们可以看一下 随便点击看一下他的效果 对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 html的一个文件内容 到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个html的一个文件内容 给他保存成我们的一个pdf 就是我为什么要要这样子呢 因为他会有一个格式的白板 他会这样子会有一个格式的排版 发现没有 所以说我要把他文章内容 所谓的一个html的一个对吧 就是他的一些标签 我要给他获取下来 好吧 这个就是获取他的一个pdf 啊 html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要把这个html 给他转成一个pdf了 OK 对吧 现在还是26位同学 啊 现在26位同学还在听课的同学 给老师课课一啊 26位同学还在听课的给老师课课一 对吧 那 来问一下 问一下各位同学 对于前面这些那种哪里 哪一哪一行代码 没听懂的 哪一行 哪一行不太理解的 就不理解的 对吧 不理解的地方你可以问一下 好吧 稍后我们休息一下吧 休息五分钟 给大家一个解答的一个时间 解答的一个时间 能听懂一起去报错 那不是很正常吗 对吧 这是 这是我们传说中的什么 对吧 会手会了脑子不会 脑子会了手不会嘛 对吧 写的少 就是自己的一些知识没有连贯啊 自己知识学的不连贯啊 用的少 下载了多少个啊 40个啊 我们就下载了一页啊 就下载了一页 40个 还没进行一个翻译呢 对吧 啊这几行代码有哪哪哪一块不太清楚的 还是都听懂了 啊 啊 祥同学 2021同学 猪尔文同学 对吧 还有我们这一个185同学 对吧 还有这个风影同学 还有这个 浮风玩笑同学 我们 妹同学 对吧 妹 没有 没有 好吧 你们有加木子老师吗 你有没有加木子老师 接下来的话是如果说没有不懂的话 那我们就接往上讲了 接下来的话就是把我们这个html文件转成我们这个pdf 转成这个pdf的话 先问一下各位同学 有没有加木子老师 没有加木子老师 没有加木子老师的话 那你就实现不了以下的效果了 没有加的话就实现不了了 因为有的话我们这里会需要用到这个软件啊 需要这个软件啊 这个是我们的什么 直接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到 html2我们的一个pdf 对吧 需要用这个软件 直接把我们这个html文件转成我们那个pdf文件 首先我们需要导入一个模块啊 导入我们的一个 inporter我们的一个pdf kit 对吧 导入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的话是需要大家pip install安装的 嗯 pip install pdf kit 对吧 这个东西是需要安装的 如果说你没有加木子老师的话 那你就是 对吧 没有那个软件 那么接下来怎么写呢 导入这个模块之后啊 导入这个模块之后的话 我们就需要把 呃 那我这里要改下代码 这里要改下代码 这个的话就改成一个pdf pdf pass 等于我们的一个fuel net 加我们这个加这个 改下代码 这个的话是来自于这里 来自这里 然后的话我们的一个pdf的一个路径 对吧 那就是等于这个加这个加我们的一个点上我们的一个pdf 给他改下代码 好 这里的话我们就需要干嘛呢 首先我们要把这些东西转化 我们用到的那个模块的话 对吧 首先我们用那个模块pdf 先配置一下pdf 点kit 点我们的configuration 对吧 先给它配置一下 配置一下是什么呢 啊这里面要写什么参数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里面的话主要是要给一个 给我们的一个路径啊 给我们的一个路径 给我们的一个路径 给我们这一个 啥子路径来着 就是我们那个wake html 对吧 通我们的一个pdf这个路径 这个东西我要去给它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的话就是我们刚刚那个软件 软件的话我这里是在 在哪里我就是在c盘吧 我这个好像是在c盘 啊这一个 这里对吧 你按照这里的话就要把这个路径给它复制过来啊 复制过来 然后的话还有它这一个名字啊 它这个名字的话也要给它复制过来 是哪一个这个吧 对吧 这个名字也给它复制过来 然后加个R吧 对 然后这里的话我就用个config 对吧 用了用个config给它接收一下 接收之后的话 对吧 能不能pdf转握的呢 可以啊 pdf转握的也可以啊 都可以啊 啊你会用pap安装 你会用pap安装 没没没用啊 你会用的话 对吧还不够啊 你还需要这个软件啊 是不是 然后的话啊 然后的话我们 就用这个pdf.kit 点我们的from fill 对吧 从哪里导入哪里 从我们这个html的一个文件 对吧 html这个文件 哎 把它转成我们这个pdf的一个文件 然后的话把我们这个 configuration对吧 config 等于我们这个config 把它传进去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可以了 来我们可以运行看一下好不好 我把前面这些东西给它删掉 把动态重新打印一下 重新运行一下 正在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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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那它这里的话 是不是有我们的一个 html文件 然后又有我们的一个pdf 那我把这个pdf打开看一下 好不好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就有我们的一个 哎呦pdf文件 这边还有这些导航栏 对吧 它应该还有这个标签啊 这个标签还不错啊 是不是这标签还是不错的 对不对 然后的话这里第几题 第几题 你可以直接往这里跳 对吧 就可以看到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了 对吧 对吧 这是一部分啊 一部分还没有完全实现完 对不对 啊 这里的话我们有了这个 是不是 其实的话我们最终的目的只是干嘛 我只是要它的一个pdf 然后这些html文件我可以不要 不要的话我可以直接给它删掉 用os点一个remove remove 哎 怎么read去了 remove 对吧 给它删掉 把这个html的文件给它删掉 我只保存pdf文件就行了 对吧 如果说如果说你想要干嘛呢 你你html文件也想保存 然后pdf也想保存 那我建议大家最好是把这个文件夹给它换一下 换一个文件夹 就是你html文件你专门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 然后pdf的话专门放在一个里面 对吧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进行一个多页爬去啊 多页爬去的话 主要是改后面这个参数就行了 我们forpage啊 in我们的一个range 对吧 从我们的一个第一页到我们的11页 我就爬前面的几个就行了 爬前面的一部分 按整体的一个收进一下 收进之后的话 对吧 我们把这一个给它替换掉 替换成我们的一个page 然后我们可以打印一下不能扯 正在爬去递多少页 递多少页的一个数据内容 对吧 这多少页的话我就直接用前面的这个东西给它替代嘛 pager然后format给它传进去 嗯 嗯这样子就ok了 对吧 那我也保留一下吧 我不不给它删了 我给它保留一下吧 把这块给它删掉 我直接就保留一下 我们的这个文件夹 那这个的话我再给它创建一个 对吧 对吧 等于我们的html的一个文件 文件夹 是吧 我多给它创建一个文件夹 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这个html1 是吧 okok 那么直接运行看一下效果 嗯 哦 没改啊 对吧 那我们就这样子看一下效果吧 它的一个html文件的话就保存在这里 然后pdf文件的话就保存在这个地方 对吧 你可以不用删掉 它就是每个文件夹的话保存相应的一个内容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个 感谢观看